把鸡蛋液倒入盐葱里,没想到这么好吃 家里有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简单又美味,我家孩子一次做一大盘都不过吃 首先准备一个盐葱,对半切开,然后切成细丝 盐葱富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钙和锡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这个做法,相信您试过之后一定会喜欢 全部切好之后,用手把它抖散 然后装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三颗新鲜的母鸡蛋 用筷子把它搅散,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入盐葱里面 接着我们来调味,加入一小勺食盐 小许胡椒粉增香 两勺生抽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普通面粉和玉米面 这样粗细搭配,营养更丰富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如果用的蔬菜量不同,面粉的用量也不同 太稀的话不容易成型,容易散开 面粉太多,成品容易发映 一直搅拌到没有干粉 像这种非常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或者电饼铛 先不要开火,直接倒入适量的收油 接着把调好的面糊倒进来 然后把它铺均匀 这里注意不要铺的太厚 铺的薄一点,这样比较容易熟 铺好之后再撒上适量的黑芝麻 点缀蒸香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既好看又好吃 然后盖上盖子,开中火烙三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浓浓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烙至一面定型之后 再利用一个盘子给它翻个面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继续烙三分钟 像这样烙至两面金黄焦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再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一个简简单单的盐葱鸡蛋饼就做好了 盐葱这样做特别的简单 又非常的好吃 全程不到十分钟 就可以轻松搞定一家人的早餐 有蔬菜,有鸡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